我常常噴它 我就覺得有一種鼻涕的味道 它的茉莉花聞起來好高級 真的很高級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張老師 我是張老師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我的香氛收藏 我先在這裡公佈我現在擁有的11款JOMALO裡面在我心中的排名是多少 因為我怕大家沒有耐心看完這個所有的影片 首先第一名絕對是2019年新出的新香 音速華語大賣 這一款的味道是 怎麼講 它非常的淡雅 但是又有一點點甜美女孩子的那種感覺 然後不會太過年輕然後適合所有的女生噴 然後身上如果有這個味道會讓人感覺你是一個幸福的女生 好 第二名是黑莓與月桂葉 這個味道是可以中性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噴它有一種神秘感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穿著呢是稍微比較小心改風的話 像我這樣子的話 有一點薄紗的這種材質 我就會覺得它可以搭這個黑莓月桂葉 那覺得你有一種神秘感難以拆透 好 再來第三名呢是 最經典的英國鯉魚小蒼蘭 這個味道不會有任何人排斥 也是他們最暢銷的味道之一 就是所有人都會喜歡 嗯 清新淡雅一種乾淨清爽的味道 這個大家都很了解的啦 再來第四名是 偏甜的香水我通常不會名次這麼前面 但是這一罐實在是非常推薦就是 杏桃花與蜂蜜 因為它的甜是屬於甜中帶有一點趣味感 所以它給人家一種活潑爽朗的感覺 如果你是一個活潑爽朗個性的女生 這個味道在你身上會非常的適合 第五名是 俗尾草魚海鹽 這一款也是非常熱賣的一個味道 俗尾草魚海鹽 我覺得它也是可以適合中性的香水 但是我會把它排名這麼前面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好搭配 因為大家知道 俗馬洞是可以疊噴的一個香水 所以它搭配的時候是非常好去中和其他的味道 如果你有一個太優柔太女性的味道 你可以用俗尾草魚海鹽 稍微去跟它中和一下 讓你整個身體味道的聞起來更有層次 非常喜歡 再來第六名是 黑瓶的 琥珀與薑花香水 這個味道呢 就不一定是非常主流 但是個人覺得 只要噴上它的時候 我通常都蠻容易被人家稱讚 所以它是一款有深度的香水 而且聞起來比較沉穩 所以不一定適合那種喜歡淡雅的女生 但是這款香水擦在身上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種知性感 再來第七名箱 水標在這裡我放在別的地方 是橙花 橙花當初我購買的時候 我就問貴姐說 我想要一個聞起來很貴婦很高級的味道 她就給我橙花 你可以穿著很飄很鮮的那種全白的洋裝 噴上去橙花就覺得天啊 你的氣質也太典雅了吧 好再來第八名是藍楓林 大家會開始發現 偏比較名次比較後面的味道 都是非常非常女性 非常仙氣的那種味道 不是它不好聞 是我個人其實喜歡有一點帶有中性的 比較有個性的一些味道 那藍楓林也是很多女生會喜歡買的 其實買藍楓林之前我猶豫非常久 因為我就真的覺得 呃我會用放它嗎 所以如果我噴藍楓林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噴一些比較中性的味道去搭配它 例如說像是 黑莓與月桂葉啦 或者是 蘇薇草與海岩 再來第九名是 也是一個非常女生的味道 如它的名字 它是非常花香系列的一種味道 然後 也是仙氣飄飄 要搭配一下 我不是仙氣飄飄的女生 你們看得出來 好 再來第十名是 白莫莉與薄荷 其實它這款味道是非常有層次感的 它乍聞之下會覺得 欸呃 這什麼味道 我猜不透 但是它噴在你身上的時候呢 經由一段時間的發酵 其實它會散發出來是一種 很知性 很有女人味 而且是 呃蠻強烈女人味的那種感覺 那 這個跟蘇薇草與海岩的那種方向 我覺得有一點類似 但是蘇薇草與海岩稍微再淡雅一點 最後一名就是 紅玫瑰 我實在不喜歡 Jomalong的玫瑰的味道 呃但是因為玫瑰的香水 有這麼多品牌都做得非常好 我就會認為如果你買Jomalong的話 你不未必要選擇買它的玫瑰 這個是我覺得 稍微比較雷一點點的一個味道 在影片後面會跟大家講為什麼 好 那就開始正式影片 Let's go 正如大家所見呢 可以看得到我的香水收藏 應該也不算是少的 那最大眾的可以看到就是 Jomalong Jomalong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常態香水 就是有二十塊 然後我自己這裡有幾塊 九十 其實第一次買就買了兩隻 那大家一定猜得到是什麼味道 就是最經典的 英國鯉魚小苍蘭 然後我買了另外一隻是 法國青檸花 為什麼我買法國青檸花呢 英國鯉魚小苍蘭 大家就知道 永垂不朽的經典 大家第一隻要入手 常常就是買這一隻 那法國青檸花是因為 我朋友推薦我說 英國鯉如果跟那個 法國青檸花噴在一起的話 是一種非常知性的味道 那這兩罐就是我噴的滿認真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那個水味 對 然後我講講看 我覺得英國鯉大家都很清楚它的味道 我就不介紹了 然後法國青檸花 非常女生的味道 然後是一個 我跟你講有些人不喜歡 你們要去試聞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噴起來有點像 廁所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根本不會 它是一種很女生 然後感覺很清新 很像是那種 你早上剛起床 然後洗澡洗得很乾淨 然後出門的那種味道 你知道那種味道嗎 我覺得那種最漂亮的女生 她們身上都會有一種味道 就是讓你覺得好像沐浴完了之後 那一種清新感的味道 我覺得正妹都是有那種味道的 然後這個法國青檸花 我個人喜歡她跟英國鯉魚小商 來一起噴 我覺得很棒 好 再來介紹一下 我個人其實覺得蠻推薦 但是也許不是大家會 一開始就去買的味道 黑莓與月桂葉 這一個味道我也會推薦男生 Blackberry and Bay 她是一種中性的感覺喔 她是覺得女生如果噴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很神秘 男生如果噴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她很有品味 就是這個男生很乾淨的那種感覺 然後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身上才會散發出這種 給人家覺得她很有智慧的一種味道 Oh my god 我喜歡 她其實有一點點偏甜 對我來講 可能她因為有黑莓的關係 所以她一剛開始會先聞到一個甜甜的感覺 但不是超級女生甜的那種甜喔 呃 男生的甜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時候你在男生身上 聞到那種有一點點偏甜的味道 你會覺得這個男生是一種溫柔的氣質 我會這樣覺得 所以她這個味道我蠻喜歡的 然後 如果是她這種比較 我感覺比較中性濃郁的味道 我就會搭配一個比較淡一點點的東西 去讓她中和一下 例如說像是 藍風鈴 我感覺藍風鈴就是要搭別人 不然她對我來講是一個 仙氣超重的味道 她就是仙氣過了頭 你知道嗎 可是我本人就不是那麼仙的女生 可是我就會想要再加一點中性的東西進去 才不會讓她感覺聞起來非常非常女 就感覺整個很飄 對 她就是一種很飄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那種超級氣質超鮮的那種女生 你就是喜歡在路上走 感覺都用飄的 用飄移的那種 那你就噴 然後感覺風吹浮著你的髮梢 然後你的髮尾這樣飛起來的時候 就一個藍風鈴的味道 男生就直接 啊 中招 如果你想要這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帶這一本 不是帶這一本 我自己 講一下我買了最後悔的味道是什麼 我覺得你們一定猜不到 因為 那一款也算是她應該蠻受歡迎的 就是 是玫瑰 她的玫瑰為什麼我不喜歡呢 她就是真的很玫瑰你知道嗎 人家比喻JOMALONE的這一瓶玫瑰 不是只有玫瑰的花瓣 好像還帶著玫瑰的梗 還有她的筋的那一種 清新芬芳 你都可以聞得到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常常噴她 我就覺得有一種鼻涕的味道 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是覺得她有鼻涕的味 有一點點那一種感覺 所以我很少會單噴她 我會把它噴在我的包包上面 大家應該知道說 JOMALONE的那個貴哥貴姐 她會推薦你們怎麼噴 都會噴在衣服上面 她不是 她不會教你噴在肉體上 因為很多香水是你噴在這裡 然後這樣互搓 然後什麼 耳朵下面啊 脖子啊 什麼什麼這些地方 可是 她會推薦你噴衣服 然後他們可以一次疊 四到六種味道 就像是假如說你選了幾個味道 然後你就開始這樣子 然後前面噴一下 後面噴一下 然後上面然後走過去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前面 後面然後噴一下 走過去這樣 很酷唄 還走過去好像走在香水雨當中 一種非常的 羅曼蒂克法國風情 Chanson 來一首Chanson好了 OK 我們進Chanson OK 假的 回來了 哈哈 好的 那再來我還推薦什麼 喜歡偏甜的女生 你們應該要買哪一個 手推杏桃花與蜂蜜 這個是好聞的甜的味道 我不是喜歡那種偏甜的味道的女生喔 我覺得 往死裡甜的話呢 聞起來很膩 像以前我年輕時代 就很喜歡噴什麼 Anna Sweet啊什麼那些的 年齡越來越大的話 你選擇香水也要跟著 不要噴這麼少女味道 我自己覺得會比較適合 雖然我們當然想要簡鈴一下 這個它有一個簡鈴的效果 但是它不會覺得 好像一副你想要模仿高中生的那種甜 這個非常好聞 然後 它是一個活潑的味道 假如說今天要去遊樂園 一個比較輕鬆活潑的行程 然後你想要展現出來 你是一個甜美可人 然後外向的女生 在遊樂園裡面 找到那種甜美女孩的味道 對 然後呢 再來 這個黑瓶是 黑琥珀與薑花香水 我個人認為黑瓶的味道 我猜啦 白瓶還是比較受大家歡迎 黑瓶味道相對來講 比較沉一點點 真的比較沉穩一點點 所以如果是男生的話 在黑瓶裡面 應該可以找到很多 你會喜歡的味道 是一種很幹練 很沉穩 對了 為什麼我擺這麼多盒子 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Jo Malone 她之所以非常成功 她的行銷 跟她的包裝上面 也都是下了非常大的苦心 大家最喜歡 她的這個包裝 用垂不朽的經典 就是這個 白色的殼 然後加上這個黑邊 多少的品牌包裝 都模仿她們 這個實在太好看 她還會為了不同的季節的商品 做不同的斷帶 除了她最經典款的 白色這個斷帶 跟黑色這個斷帶 對不對 然後還有 如果聖誕節 她就會有紅色斷帶 然後如果特別什麼 限定什麼 她跟誰合作 還是這一季打什麼東西 像這個我忘了是什麼回事 就是有點點的 點點的斷帶 然後還有 黑瓶的 就是黑色的盒子 配米色的斷帶 有沒有 這個盒子 你看 一看你就購買 預計增啊 你知道我覺得 人類消費 看外表有看多重嗎 就像是 你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 你順眼喔 你夠預計的上來了 大家很吃包裝這件事 再來要講一個 我覺得 個人覺得 非常昂貴的品牌 就是 Le Labo 江老師香水空實在是買太多了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Le Labo 潘海莉跟Dipchik 以及其他的香氛大燭喔 感謝你們的收看 記得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然後呢 我的IG是 我是江老師 追蹤一下吧 掰不